日本的秋天 你最想看見哪種景色呢 是銀杏 楓葉 還是古色古香的寺廟 今天跟著福岡女孩來到寶滿山 罩門神社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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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福岡女孩Yumeik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Kamado 居然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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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就被广大的民众视为结缘之神 这里不仅会帮男女签好缘分 也能保佑参拜者和家人 朋友 工作之间的缘分圆满 如果有来到太宅府 一定不要错过饱满山 帐门设计这一个景点 就像这一样的缘分圆满山 这里外面也有写住印的地方 一次加钱是日币500日人 从这里可以看到罩门神社的绘码还是很多 鬼灭之日的主角 从正殿右手边走过来就是贩卖御守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建筑非常的现代 罩门神社社务所则是另一个亮点 于2012年的新建的社务所融合了传统和现在建筑物充满了设计感 里面贩卖了惠马御守的地方 这里还提供了色彩笔 让大家在这里可以画卉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里面贩网 这次饱满宫照门神社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觉得照门神社的枫叶真的很漂亮 是我在福岡的前一二名 如果11月有来福岡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个景点 我是孟子 把我喜欢的日本介绍给你们 有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